哈喽大家好,这里是飘飘飘哥 想必大家都知道土拨鼠尖叫的这个表情包 尽管他从来都发不出啊的声音 但是却能够表达出全球网友崩溃时的情绪 土拨鼠成为网红可不是一天两天了 但是土拨鼠真的是胖即可爱,萌即正义吗? 恐怕背后不是这么简单的 据调查,他可能曾经是欧洲死神 今天我们就偶偶狠的聊一聊关于土拨鼠的那些神奇的故事 土拨鼠是如何斩获第一网红的位置的呢? 这还要从前一段时间的网上所流传的一个视频说起 视频当中,动物园里的两只土拨鼠正在用小短手相互的扒了 看上去似乎在打架 而更多的亮点在于另一只试图分开他们的土拨鼠 竟然还在劝架 在这个过程当中,三方虽然有许多的胶着 但是数次的停下发呆 乃至于中间交换角色 这简直就是大自然编排下的独有的情景喜剧 短时间内网上爆棚 有网友调侃到,当你转山转到筋疲力尽的时候 刚人波齐神山派三只土拨鼠 赐予力量来了,立刻就有了精气神 2019年摄影师鲍永青曾经用相机抓拍了 青藏高原上的藏狐和他的食物 土拨鼠相遇的瞬间 这张照片获得了第55届年度野生动物摄影师奖 拿了大奖的同时,这只生死一线 指尖都透露着惊慌的土拨鼠 立马就成了新的表情包 巩固了土拨鼠互联网的顶流的位置 土拨鼠为什么叫土拨鼠呢 那是因为土拨鼠善于挖地洞 并且移动多口来保证他们的安全 土拨鼠这个称呼实际上只是一个范子 它既可以被用来指代汉塔鼠的汉塔们 也可以用来指代草原犬鼠的草原犬鼠们 表情包的咆哮的土拨鼠是哪一种塔呢 大家经常看到的咆哮的土拨鼠 本尊就是一种产自北美洲的汉塔 蒙塔古岛赫汉塔 也被称作灰白汉塔 当他们发现危险感到受到威胁时 就会直立起来发出尖叫 一来可以警告对方 不要轻举妄动 我很厉害的呀 二来就是可以通知周遭的其他的小伙伴们 有危险靠近呀 但是我们看到的短视频里的声音 实际上是经过处理过的 真实的灰白汉塔的叫声并不是如此浑厚的男生 而是更接近于女士受到惊吓时的尖叫声 如果有敌人靠近他们会发出口哨 土拨鼠的各种叫声非常的复杂 他们会根据不同的敌人入侵之时发出不同的声音 这也正是咆哮的土拨鼠被网友们玩坏了的原因 无论是人还是动物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大多大家都在做什么呢 当然就是八卦呀 聊天啊 东长西短啊 而令人想不到的是 经科学家研究发现土拨鼠化特别密 竟是自然界最健谈的生物之一 他们也聊天 也八卦 语言的种类仅仅次于人类 草原土拨鼠的语言系统非常复杂 要远远的强于人们普遍认为的很会说话的鹦鹉 鹦鹉虽然能够学人类说话 但是只是得益于善于模仿 就算是能与人对答 也不过是来自于经年累月的训练 其本身是很难明白自己所说为何物的 但是土拨鼠却是对答如流的相互侃侃而谈 这让科学家们煞费苦心 也没有找到他们的语言密码 虽然土拨鼠已经成为了社交网络上的顶流网红 但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去看待土拨鼠 那么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不会再是憨态可居的外表和魔性的尖叫声了 而是他那另一个尴尬的身份 多种疾病的传染者 其中最令人心惊胆寒的恐怕非鼠疫莫属 欧洲中世纪差点让人口死绝的黑死病 起源就是土拨鼠传过去的鼠疫 上世纪初 我国东北曾经爆发过一起严重的流行性鼠疫 造成至少6万人死亡 著名的公共卫生学家 伍连德在探寻这场瘟疫的起源时 就发现了其中有野生汉塔的身影 当时哈尔滨市有的街区甚至是堆尸如山 有证据表明中世纪那次大瘟疫的起源地 就是中亚喜马拉雅山区 始作俑者就是土拨鼠 至于中亚的鼠疫病毒是如何传到欧洲的 大体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是13世纪末14世纪初 意大利的旅行家马可波罗 曾经游历到东方中国地区 越来越多的西方商人 开始沿着海路陆路与东方及印度展开贸易 在贸易的过程当中将病毒传入 另一种是蒙古大军进攻欧洲 将带有鼠疫的病毒的尸体通过投食机 投入了城内 导致于疫情通过意大利蔓延到整个的欧洲 2014年甘肃发生了人石汉塔感染鼠疫的死亡事件 也曾经再次的唤醒人类 对鼠疫的认知 听到这里你们是不是对他的可爱感到害怕了呢 下一次去旅游景点的时候 还敢与他亲密的接触牌照打卡 high five吗 而现在也有人将对吐蕃鼠的爱进一步的升级了 作为宠物在被窝里圈养 称为时尚的同时也是一种爱的表达 一会儿咱们再细说 当然 网红吐蕃鼠也曾经有不少的烦恼 例如在美国的怀俄明州一个偏远的山区上演了一场农场主与吐蕃鼠之间的人属大战 这是怎么回事呢 虽然吐蕃鼠有着呆萌的外表 但是他却被称为是拥有生态杀手的称号 肆意的繁殖的话会对农场草原造成破坏 这主要是与他的实性和集群血居的习性有关 然而 草原犬鼠破坏土地和庄稼的习惯惹怒了北美大草原上的农场主 加之人们对鼠疫的厌恶和恐惧 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 人们大肆的杀灭草原鼠 导致于草原鼠的数量锐减 有科学家最近也认为 可能是几千种不止的脊椎动物 在不同程度上依赖于草原犬鼠群体 它们的存在对于维护草原生态具有关键的作用 犬鼠经常的啃食植物 刺激了植物长得更加的有营养 而且长得更快 而它们的洞穴则为很多的生物提供了家园和猎场 你在北美一望无垠的大草原上开车飞驰的时候 总能够看到空中的飞鹰直线的扎下来 去捕捉它们的美味草原鼠 草原鼠有着自己的生态生育平衡系统 已经被科学证实 当其数量锐减之时 它们会大量的繁殖 当过剩之时 它们会交配自动的减少 所以其实农场主们多虑了 如果能不被土拨鼠看中的农场 不是一个好农场吗 不知道农场主看到了飞哥的这个视频 会不会对着飞哥发出土拨鼠的怒吼呢 如今的土拨鼠不仅是网红 还是大片的主概念 超科概念的创始人 前一段时间很火的电视剧 开端 时间循环的设定 既属于土拨鼠日环 这一特定的时间循环类型 其名称来自于1993年的美国电影 土拨鼠之日 有一句古老的苏格兰对脸 叫做圣竹节里明又亮 两个冬天奇亮相 土拨鼠日也就是圣竹节 相传每年的2月2日这一天 冬眠的土拨鼠要醒来 如果出动的土拨鼠能够看到自己的影子 那么冬天还有六个星期就会结束 如果土拨鼠看不到自己的影子 那么春天立马就会来临 这其实是来自于宾夕法尼亚州 德意聚集区的古老的传说 后来逐渐的变成了 现在的美国和加拿大一些城市 一年一度的土拨鼠节 每到这一天 人们都会请出当地有名的土拨鼠 来预测春天的到来 同样的 在这一天天主教徒也会点起蜡烛 来纪念圣母玛利亚 2月2日可不是随便选的 他也恰好位于冬至和春分之间的一半 影片土拨鼠之日就是根据这个日子展开的 话说主人公菲尔进入了一种时间魔咒 作为一个小镇电视台节目主持人 却发现自己每天无论做什么 都会在同一个时间 同一个旅馆的床上醒来 重新开始那个2月2日的土拨鼠日的生活 他逐渐的明白 自己已经陷入了时间循环的误区 只是不知道何故 只有他自己才能够保留重复记忆 他的女友Lita开始根本不相信 建议菲尔去看神经科 医生又建议他去找心理医师 谁都不信他的话 但是也无法解释为什么 他会有这种感觉呢 为了摆脱这种循环 他不断的开始挑战各种极限和各种道德底线 菲尔和当地人喝的明经大醉 超速驾驶 被捕入狱 搞一夜情 劫持重罪 甚至以各种方式自杀 绑架吐蕃鼠 跳悬崖等等 但是早上醒来 又回到了2月2日那天的樱桃街旅馆 就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只有他知道 时间对他来讲是循环的 而其他人却如往常一样的 过着新的一天的生活 这就是土拨鼠日环轮回的由来 世界上许多的文化当中 都有时间循环的痕迹 佛教里有轮回之说 中国的道教等传统文化当中认为 宇宙是循环的生命体 死亡意味着重生 如四季的变化一样 古代的西方人也从占星等周期运转的星象里发现了轮回的规律 甚至流行于七八十年代的西方新文化运动代表赛斯书 也阐述了生命轮回的说法 或许 土拨鼠日环真的存在 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而 那个有着这样循环的朋友 又不敢跟你说 Oh my god 嗷嗷狠的朋友 小小的土拨鼠生命不息 卖萌不止 从一个萌萌哒的吼叫声 其背后所隐藏的故事 确实的不简单 爱情毒药 其实说的就是人和土拨鼠的故事 当人们亲吻土拨鼠时 看中了他的可爱 又害怕他的伤害 了解真相之后 你会说出这样的一句话 出卖我的爱 逼着我离开 最后知道真相的我 眼泪掉下来 最后 飘哥也要说一句 掏心我子的话给你 那就是 趁着年轻 爱就爱了 别再自我惩罚 做就做了 结果别去管他